就在民进党全员高喊动算之际 赖清德镜总总干事潘梦安一个不小心摔了麦克风架 更让赖霄两人吓了一跳 难道是因为这张照片让他心神不宁 B委王红威T爆就在今年8月9号 当时潘梦安跟新潮流成员在巴德路海鲜餐厅聚会时 竟然就在门外吸食为合法的加热烟 痛批就是违法 更质疑潘梦安是否包庇厂商逃漏水 王红威除了向北市卫生局检举要求依法查办之外 更痛批绿营新潮流 因为在这之前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 同样出席新潮流聚会时违法吸食加热烟 现在的加热烟是不得万卖的 在蔡英文时代可以超买丝烟 到了赖清德来选总统的时候 你旁边的左右大将 还有新潮流的这些重要的官员 你们是狂抽丝烟吗 为什么新潮流的人都可以取得烟弹 现在在桃圆机场这个境内检查这么严格的情况之下 为什么他们都还有 如果今天还没有完全的上路合法化 新潮流的人却有源源不绝的烟弹 一般平民百姓看了不会觉得 这个自己跟这些权贵真的差很多吗 北市卫生局表示将依检举资料进行查处 不过消息一出也让PTT网友留言 大酸绿能你不能不愧是烟党大将 民众的疑虑查扣有党政的不同 潘孟安面对质疑则是加快脚步 仅以简短四字回应 整党全力拼胜选时 如今又有人出包 赖清德选战之路破口是否如同这幕 一个不小心拆了台 就看这回又该如何让人信赖 记者刘鹏与林伯瑞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